这是一个令朱元璋无礼痛恨的姓氏 泉州卒士 朱元璋从没有如此针对过某个家族 男的世代为奴 女的代代为昌 胡氏族人究竟做了什么 让老朱如此痛恨这个姓氏 罪魁祸首要从一位名叫胡寿庚的商人讲起 他本是阿拉伯人后裔 在南宋期间来到福建泉州 大家好我是小智 胡寿庚经常在沿海地区 帮助官府抗击海盗 官府见他如此卖力 便授予了一个福建安抚史的一个职位 有点类似于如今的海军指挥官 蒲家本就垄断了泉州本地的香料生意 现在还有了这官决在身 蒲家的生意网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在其经营下 蒲氏家族在泉州几乎成了个小皇帝 史书记载道 蒲寿庚者以扇谷往来海上 至产巨万家同数千 与当时的蒲家形成鲜明对比 南宋已处在丰如残年的阶段 在东南沿海甚至出现了南海蛮夷诸国 莫不畏服蒲家而非南宋的情况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呢 更是直接把蒲家后代一步步推向深渊 公元1276年 援军南下攻取了南宋首都 并俘虏了五岁的小皇帝宋公帝 张世杰文天祥等老臣带着宋公帝的两位哥哥一路南逃 援兵在后头是一路追赶 逃至泉州时 蒲寿庚见南宋败事已定 居然闭门不纳张世杰等人 不仅如此呢 在得知援军南下后 蒲寿庚老早就找人写好了投降书 派人连夜从水路并交给了蒙古将领 张世杰见状只能是无奈选择 继续南逃去广东 走水路需要船只 张世杰以朝廷征用的名义 向蒲寿庚索要船队 蒲寿庚不肯 张世杰一路之下呀 抢了蒲家四百只船 并顺走了大量货物 等蒲寿庚发现时 南宋流亡朝廷呢 走就溜走了 没想到这也彻底激怒了蒲寿庚 一场屠杀即将展开帷幕 他依靠南宋朝廷发家 在流亡政府最落魄的时候 不但没伸手拉一把 反而对南宋皇族官员赶尽杀绝 在援军追杀至泉州时 蒲寿庚没有一丝犹豫 城门大开投降了援庭 其实以蒲家在泉州的势力 就算拼死抵抗 也无法与援军抗衡 投降反而是一个比较理智的决定 为了保全家族与泉州换个人 也可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胡家投降援庭之后呢 不仅没念着昔日救主之情 反而与援军联合起来呀 消灭南宋与党 为了包覆张世杰 抢了自己的传之货物 胡寿庚下令 诸杀诸宗氏 及士大夫与怀兵之在权者 把之前定居在泉州的南宋宗亲 与怀兵三千多人呢 全部残杀不论着男女老少 手段极其残忍 蒲兽庚的这个操作呢 既出于对张世杰抢传的抱负 更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为了向袁庭表忠心 袁庭希腊的蒲家作为狗腿子 封蒲兽庚为福建行省中枢左城 同时呢 给予他们一个特殊任务 追击南宋与党 蒲家呢 对本地情况熟络 宋军在逃亡过程中啊 吃到不少苦头 最终啊 被逼到崖山 与援军爆发中战 南宋流亡政府不敌 丞相陆秀夫 背着年仅八岁的小皇帝 无奈跳海自尽 而剩余的十万军民舰 大势已去 也纷纷啊 跳海殉国 给大宋留下最后一丝尊严 极为讽刺的是呢 援军所成下的大量船只啊 都是由蒲兽庚 无偿资助的 袁世祖忽必烈 十分欣赏蒲兽庚 再封他为镇国上将军 其儿子呢 也被元朝重用 在福建任官 或是为了表现自己啊 蒲兽庚在泉州发起了 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 泉州许氏 陈氏 曾氏家族 因为帮助南宋小皇帝逃亡 被蒲家灭族 清元少林寺不满 蒲兽庚祥元 反抗蒲家遭镇压 全寺千人被蒲 仅十余人逃出 这番行政呢 就连援军都大为震撼 见过狠人 没见过 比我还狠的 蒲兽庚究竟做了什么 让自己在死后 还被援军挖坟殲尸 甚至还影响了几十年后 朱元璋对商人的看法 蒲兽庚用行动 换取了袁庭的信任 也使蒲兽彻底垄断了 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 但是这一个家族势力太过庞大 必会威胁到朝廷利益 蒲家在泉州地区是嚣张跋扈 连元朝官员都不放在眼里 俨然一副土皇帝的形象 袁庭想在海上贸易中分一杯坑 蒲家不准 于是元朝在后来实行海禁政策 直接影响到他们海上贸易事业 这利益熏心之下 蒲氏后人又想效仿蒲兽庚 在泉州勾结色穆人造反 同时还参与了元朝内部的政治斗争 只不过这次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袁庭派兵攻入泉州 凡西域人尽兼之 大量胡法高笔者被杀 蒲氏族人几乎在一夜间被屠戮殆尽 此时的蒲兽庚已经去世多年 元军为了泄愤 还将其尸首从坟中挖出鞭尸三百 由于蒲氏多为穆斯林 元军将杀掉的蒲氏后人肢解 棄于诸曹中 大量资产住宅被元军截去 带不走的就放一把火烧光 蒲家人积攒的百年富贵 在几天时间内化为乌有 只有少数族人逃出泉州 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后 蒲氏后人陆续回到泉州 再次慢慢掌握沿海的贸易权 当时据蒲兽庚去世已经接近七十多年 蒲家后人以为风头过去了 没想到老朱却把蒲兽庚投降原亭 追杀南宋小皇帝的郭 全给算到了蒲家后人头上 男的世代为奴女的代代为昌 红武七年朱元璋宣布大赦天下 但却在赵纸中特别提到 独蒲氏于孽 西配荣武禁固 世事无德 登世级 由此可见啊 这朱元璋到底有多痛恨不适 朱元璋认为啊 蒲兽庚本就是靠着赵宋皇室的扶持 才能将蒲家发扬光大 他一边呢吸取着朝廷的优厚待遇 另一边呢却在国家危难之时 临阵倒戈 这是朱元璋无法接受的 蒲兽庚的行为呢 还影响到朱元璋对商人的看法 明明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本 不说给国家带来多少帮助啊 不添乱子总可以吧 可这些人呢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 给朝廷带来巨大损失 老朱呢是无法容忍这种行为 所以呢朱元璋用蒲氏杀鸡敬猴 提醒各地豪生贵族啊 引以为戒 好了本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给小智一个点赞关注 在评论区啊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